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有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在礼拜天的时候不是川普又遇到了第二次的这个暗杀企图吗 未遂的暗杀事件 那么这个呢就引起了这些公众人物啊 他们的个人的安全问题 那么除了这个比如说美国总统也好 前总统也好或者是总统候选人也好 他们的安全问题呢当然是由这个美国的特勤局 就是这些特工来负责他们的安全 可是在美国还有其他的人呢 包括这些叫做百亿万富翁或者是千亿万富翁 这些人的安全又由谁来负责 他们的安全到底有没有保障呢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下这个事情 说到这些千亿万的富翁啊 必须要讲一下马斯克这个人 因为他是属于大概是亿万富翁里边 最知名的人物之一吧 因为他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理念非常的多 而且讲起话来呢 有的时候也是无所顾忌啊 什么都讲 再加上呢他又是变成了世界首富啊 又是这个公司那个公司的 所以呢大家谈论他的时候也比较多 结果谈论多了以后就会有人想要对他不利 去年11月份的时候 在他在这个德克萨斯州奥斯丁的那个超级工厂啊 他的这个Cyber Truck就第二天就要举行记者会 马上要公布这个要开始上市出售了 那么在头一天呢 警方当地的警方呢就在附近抓住了一个可疑分子 这个人呢是从佛罗里达州来的 然后呢他后来警方是说 他想要在这个开记者会的时候 Cyber Truck开记者会的时候 他要策划一起大规模的杀伤伤亡事件 那么这个事情呢就让马斯克的保安团队啊 就非常紧张 所以第二天召开他的这个新闻发布会的时候 你看所有的受邀请的名单是精心挑选的 而且每个人的背景都经过调查 同时当马斯克出现在这个工厂现场的时候 介绍他的这个卡车的时候 周围身边大概有30多名保安人员 为什么保安人员会知道这个人对马斯克的生命造成威胁呢 这个人跟很多的杀人犯一样 他呢都喜欢在网上先把自己的理念讲出来 所以这个人呢也早早的在他的Instagram 这个社交平台上的发了一些话 他说我要杀人 而且他点了马斯克和马斯克下面一个女性的员工 叫Sivan Zilis 这个女性的员工可不是普通的员工 他给马斯克生了好几个孩子呢 是我要杀这两个人 同时也提了一些其他的 就是一种好像精神状况不稳定吧 这么一个人 所以这个人呢就被跟踪了 他的手机啊什么之类 因为他报警了嘛 马斯克就知道这个Paul Overeem 是他的名字 因为他有Instagram就很快就追踪到这个人的行踪 他从佛罗里达一路到了德克萨斯 肯定是带着武器啊什么之类的 结果被抓获 抓获了以后呢 起诉 然后现在20万美元 现在保释在外面 除了20万美元的保释金以外 还对他有一个要求 不许接近马斯克和他的女朋友 是叫做200马之内 不许接近 是这么个情况 不过打个岔 你刚才说到的是Cybertruck 这个大家在路上可能看的越来越多 就是那坦克 我先问你那坦克你觉得好看吗 我一开始呢 在这个电视上看呢 觉得还可以 但是在路上看到以后呢 我真的觉得挺丑的 非常可怕 因为你想 就是大量的停车场 它已经没法停了 因为它太大了嘛 它比较大 而且它那个长 比一般的车长很多 又长又宽 对 但是它就像太空一样 就像未来世界一样 就是那么一个不锈钢的板 上头几乎是没有任何东西 对 没有任何装饰 但是人家爱的就是这一口 没错 你知道吗 它的这种冲击力 它带来的这种威慑力 和让你在路上 你不得不回头看他一眼 那如果要是在停车场的话 你肯定得过去 看一看 对 要的就是这个 所以马斯克呢 是在发布这个的时候 这人萌生了这个念头 马斯克有一个逻辑 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 也有点合理 他说当一个人有名的时候 这人的名字啊 被提的越多 那你想想啊 各种媒体 那么就有一些精神不正常的 杀人狂啊 就会有听到你的名字的素数越多 成立 成立 这个地球上 我觉得不知道马斯克的人是很少的 那么当他们听到你的名字次数越多的时候 他们想害你的愿望就越强烈 这个我也同意 所以他说我作为一个 随时有可能处在生命危险的 这个情况的这样一个人 我的行动有点古怪 这个大家能够原谅 希望大家原谅 他就是有这么一个说法 他现在的身价是2400亿 是地球上最有钱的人 但是他的保镖的费用啊 好几百万也不便宜 对 甚至到了上厕所 都要有保镖 在外面上厕所 我能理解 什么叫保镖上厕所 是这样的 马斯克要上厕所 他的保镖说 坐着等着啊 他们先进去 一个门一个门的看 当然他不能把里面人轰出去 你这过分了 对不对 但是他一个人一门检查 然后站在那 他进去 但是关键是 他里面的员工 在X这个地方的员工说 他在公司上厕所 都有保镖啊 这个太可怕了 对 照理说大门口站一个不就行了吗 结果没有想到里头 也有保镖跟着 所以这个就是马斯克的苦恼 也就是说他变得越来越有钱 变得越来越有名 再加上他刚才说的 独特的这种 特立独行的一些做法 包括这个直言不讳啊 于是对他的威胁 也就越来越多 以至于他必须要时时刻刻 考虑自己的人身安全 这样的话 就使得他越来越和 其他的民众隔离开来 就没有办法和其他的人接触了 原因就是说 你想接触都不行 他的保镖认为不安全啊 所以呢 你看 他到外头去的时候 他所有的这些事物 都由他的保镖和负责他安全的这些警卫 帮他做了 他要买什么东西 别人替他跑腿 他想取 送这个干洗的衣服什么的 取回来 也是别人跑腿 到酒店里面住 账单 支付 到前台去结账 他的保镖去帮他跑腿 就是减少他在公众面前 露面的时间 那你在公众前露面的时间越少 你不就越安全吗 是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老百姓啊 有的时候呢 你说酸葡萄心理也好 或者是自我安慰也好 但是有的时候 还是有相当的一部分道理的 这个就叫做 在英国叫做我不愿意成为英国女皇论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问一个人 咱们就说女的吧 你愿意不愿意成为英国女皇 我不知道 咱们瞎说十个有八个可能愿意吧 对不对 但是你立刻就知道 你失去的就是你的 几乎的这一辈子的全部的自由 就有点跟个囚犯差不了太多 你说你想随意到个超市 听说最近有个超市新开张了 我想进去逛逛 逛一圈以后呢 买个几十块钱东西 人家还送你个围裙 我知道对于女皇来说 她既不去也不想去 这个对她可能也没什么快乐 但是对于我来说 她就是一个快乐 对不对 对于一个普通的人来说 她就是一个快乐 这个快乐就没有了 这我只是举了一个最小的例子 我今天早上起来 突然动了念头 想去趟动物园 你去得了吗 对不对 大家就随便这么想吧 那么咱们回到马斯克 这马斯克去了趟香港 我们普通人去香港 那我爱去哪去哪 对不对 我这个酒吧坐着 那个餐厅吃个早茶 这边去逛逛街买点东西 女皇还希望买东西吗 对不对 你要什么写张纸 或者讲一些人就给你买 但是你忘了 这购买的过程是有乐趣的呀 这在街上走 闻一闻那个大牌囊的味道 这是有乐趣的 夜市的感觉它没有楼 所以 马斯克去了趟香港 从他下飞机的时候 到他进到就整个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他就跟没去香港一样 对 那稍等会儿 看一看他具体花多少钱 欢迎您去收听 由中勋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 这段时间给大家讲的是一些 这个千亿级的这些富翁 他们的保镖 到底情况是怎么样 他们自己的这个 对自己的这个生命安全 有什么样的担忧 因为人一旦有了钱 一旦出了很多的名之后呢 他就会有人啊 要么就是对你狂热的崇拜 但是也有一些疯子呢 有的时候可能就会对你有不利的 这个行动 所以呢 这些人尽管大部分 绝大部分99.999% 都是他们的粉丝 都是热烈的崇拜他们的人 但是你不能否认 有一些精神有病的人 他就是要追跟踪你 他可能就是在某些情况之下 就想对你有所不利 所以呢 这个确实是一个现实 他害了你的第一个好处 就是出名了 对对就是这么就是这样啊 当然了你如果要是对比一下的话 也不是所有的亿万丰丰都这样 你比如说 Warren Buffett 身家也是超过1400亿了吧 他从那个有保镖的那天开始就只有一个 一直到现在都是一名保镖 私人保镖 当然现在他们公司雇了多少保镖 以及和保安公司签约有多少 现在不知道 但是呢 他反正能看到的就是这么一位 还有就是以前那个推特 现在已经改成X了 推特公司的创始人兼以前的CEO Jack Dorman Dorsey 他呢 以前也是个亿万富翁 在 现在也是啊 现在也是亿万富翁 尽管把他的这个400亿的公司卖掉了 但是他也是个亿万富翁 他在旧金山的时候 你经常可以看到他一个人 对 没有任何保镖 没有保镖 出去溜达去了 大胡子 对 就是这么一 当然他也是属于比较年轻的这么一个人 所以呢 他的情况就是这样 不过呢 从现在所公布出来的信息来看呢 特斯拉去年给马斯克的部分保镖费用呢 就拨款是240万 这只是一部分啊 SpaceX还要分担一部分 然后马斯克自己还要承担一部分 基本上是这三家公司来分担他每年的这个保安的费用的 那么苹果的厨师 Tim Cook 苹果的老老板的名字姓厨师 他的保护费只有82万 这个少很多 可能他外出的机会也不多吧 也许啊 亚马逊的贝佐斯呢 是160万 其中脸书的Zuckerberg比较高一点 2340万 他高啊 主要就在于这个人的活动的范围 比较多 有的时候啊 他要是 去太多地方 他这就是比较高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一个名人 他有的时候啊 就是防不上 比如说有一个叫做 Justin McCauley的人 他就萌生了 伤害马斯克的念头 这个人32岁 他是谁呢 他原来是特斯拉公司的一个雇员 后来被开除了 他就想加害于马斯克 他怎么说的呢 他在马斯克的平台上 X上面发表了一个 他说我要杀拜登 我要杀马斯克 你想一个人开始发这个东西 说这已经精神不知道什么状态了 他的太太呢 在明尼苏拉州看到了自己的老公发的这个 就通知了特斯拉了 那么当然就把他抓起来了 抓起来现在也是坐在一个保释的状况当中 这是这么一个人 俄罗斯的一个国防部的一个人 警告马斯克 说的 在我们跟乌克兰的战争当中 你向我们的敌方 乌克兰的军队提供上网的卫星服务 叫Starlink 你要为此付出代价 那马斯克也是在他平台上说 如果大家有一天发现我莫名其妙死在什么地方 他说 那么我只想留一句话 就是很高兴认识你 这么一个留言 就是说他也是处在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当中 以前我们曾经讲过 有一个大学生吧 就是老师追踪这个马斯克 他到哪去了 他的私人飞机 对他私人飞机 航线啊什么的 他都事先知道了以后 就在网上就公布出来了 哎你看他还在飞呢 从哪飞到哪什么 那这个后来马斯克把他的账号 在X上的账号全部关掉了 除了他之外可能还关了二三十个 他就认为说这个叫做基本上是暗杀坐标 也就是说你老追踪这些名人 不光是他的 其他的亿万富翁什么到哪去了 不管你是度假还是去谈生意什么的 你这不是就等于是泄露了很多人家个人的隐私吗 所以他就把这些人的那个 账号给他 账号的关掉 临时关掉 对 据说后来恢复了部分 但是这个也是啊 就是为了自己安全的原因吧 所以马斯克他自己的这个 还成立了一个自己的保安公司呢 在他的这个慈善基金会里边 出钱成立这么一个保安公司 所以人们就在说 这个马斯克的安全啊 他已经达到了叫做国家元首级的这个级别了 对 他的安全团队几乎是一个小型的特勤局 他里头包括到任何一个酒店 住任何一个房间的时候 他的保安人员首先先要进去 先看一下逃生通道在哪 然后到他的房间里边要进行所有的电子的 比如说清理啊 看看里边有没有什么 什么窃听器啊 什么录音机啊 这些东西绝对是不可以有的 炸弹就更不用说了啊 然后才能让他进去 然后你看他这个同时 密切关注网站上 社群网站上的任何可疑的人 或者说是就是精神不太正常这种疯子吧 如果要是发出威胁的话 他们马上会评估这个人对马斯克的风险到底有多大 对他酷爱俄罗斯籍的科学幻想小说作家阿西莫夫 而阿西莫夫的著名的科幻小说三部曲叫基地 所以他的那个保安公司也叫了这个名字 Foundation 我们今天说的呢 都是有一些人想骚扰马斯克 马斯克也骚扰过别人 这个故事要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车叫特斯拉特斯拉 Tesla是Nikola Tesla 是一个人 他是塞尔维亚伊的美国人 他是交流店之父 对 他大战爱迪生的故事 有多个电影 大家愿意看的话可以看这个爱迪生 Edison vs Tesla 这样的一个拍的很棒的电影 有一个网络公司的高级工程师 他的名字呢叫Stew Grassman 这个人很有心 他早早的呢就注册了一个网名 Tesla.com 他也不知道这个网名干什么 我先留着 对不对 因为他太有名了 这个Tesla 他就注册了 结果没想到 马斯克呢也酷爱 Nikola Tesla这个人 特别崇拜他 所以他把自己的电动车的公司 启名为特斯拉 等注册网名的时候才发现 哎呦 这被一个人给注册走了 这怎么办啊 很简单啊 买回来呗 向人要啊 到处 他的那些保安的团队通过电脑跟踪 通过什么 这人去餐厅就追到餐厅 回到家就追到家 到他家敲门什么的 你问这人说你找我干什么 他说我们老板马斯克给你发的信息 你也不回 找你发的这种短信 你也不回是怎么着啊 我们想要你那个网名 这人不卖 不行啊 这个一定要要 这个Tesla.com没有在他手里 这叫什么事啊 最后在马斯克不断的骚扰之下呢 这人终于同意了 那大家很好奇说花多少钱买的呀 我告诉大家这钱你们将永远不知道 因为这是保密 但是只要是保密 你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 绝对是一个很高的数字 绝对是一个 因为他一开始没卖 肯定是代价而公嘛 对吧 我认为在千万以上啊 所以因为当年的一个economy.com 还卖了700万呢 对不对 所以稍的这个咱们这个 这个事呢 也要跟大家背景介绍一下